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殺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國寶及世界遺產紀錄城 是12座現存天守之一,保存度最完好的 也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 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宇柴秀吉,池田徽政,本多中政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新的建築 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紀錄城屬於現存天守 使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的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 或是建築老舊的損壞 所以目前只有12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那這12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其中有五棟為國寶 紀錄城的天守卻有其中一個國寶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 為慶長14年、1609年、耗時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五層六階、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 以及いろはに、わたりやくら 整體連接起來 稱為連立式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閣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撐起天守閣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憂哉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憂哉嗎 這就有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我們就聽聽音樂 觀賞紀錄的美景吧 警察埔公尺 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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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天守閣,我們在城中皇后來到另外一個區域,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長三百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得穿袖中長女,千姬的侍女的起居場所 千姬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掰掰